好了 为什么放弃夏男 因为我喜欢华清啊 那为什么喜欢华清 反正我喜欢华清 你也去考吧 那儿的舞蹈戏也很有名的 那不把握好这次机会 万一高考考不好 不后悔 我才不可能考不好呢 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的 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 在很多时候都会犹豫不决 迟出不前 我走过很多弯路 错过很多美好 所以这一次 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自主招生的机会 是想催促自己 别再错过了 正值春光 我想和你认真的努力 认真的长大 不负此生 不负你 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 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 无论有多难 有多远 这次模拟考试的卷子 大家再看一下 模拟考试其实跟高考试一样 希望大家趁着每次模拟 随时查学不漏 调整状态 两周之后就是你们高考前的 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了 大家再坚持坚持 完成最后的冲刺 好了 下课 谢谢老师 我先走了 这次你的排名下降了很多 成绩下降了很多 你看 之前很多题我都给你讲过 相同类型的题 之前月考的时候你也都答对了 这次怎么错了 考试发挥时长是正常的 你看 凌晨也下降了不少 都跌到年级前五十以外了 凌晨的成绩 从年后就一直在跌 但是你的成绩一直在升啊 你要是觉得我干涉你 那我就不问了 我错了 周老师 这不还有一次模拟考的吗 我一定继续努力 行吗 这也差不多 这个给你 这个是我的政治笔记 里面有很多口诀 应该挺适合你用的 你又熬夜了 你脸色也不太好 是不是生病了 我也不知道 今天早上就晕晕的 不过应该没什么大事 我们讲题吧 我先给你 你额头这么烫 是不是发烧了 走去入室 没事 没事 给你讲完题我就回家了 得了吧 我才不会相信一个高烧的人 再给我讲错了 我又没法提高了 宿舍还有东西要拿吗 没有的话 去完直接送你回家 走 我的包 你自己能回去吧 那你走吧 我看着你走 周姊芒 我只允许你病两天 两天后 学校见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什么礼物 保密 那两天之后 我考你政治考点 作为回礼 喂 什么 你别着急 我马上回去 小心啊 你们干什么呢 你们搬什么呢 杨阳 让他们搬吧 过来 怎么回事啊 杨阳 你爸生意上突然出现了一点问题 资金周转不开 还有一些欠款 他在想办法 不过这房子 可能需要先抵押出去 我们先搬出去 那我们搬去哪儿 我跟你爸先搬去老家 他在书房等你呢 你去看看 走 回来了 回来了 爸 好 坐 你怎么样 还好 你的舞 跳得怎么样了 我 还行 听说你之前参加了艺考 成绩不错 这是大学艺术生特长营的报名表 离高考不远了 现在这个时间 开特长营的高校 就只有什么一家了 你如果通过了 高考 就会容易一些 我一考已经通过了 不需要这个呀 你有艺术特长可以加分 能够上一个不错的年轻 就会做好吗 那是要重置的 你怎么办 是不是 我自己有点诚 我只能够上一座 你这么想太多了 你这么宽有点诚 你好好说话 我问你 我问你 你问我 张扬 林晨 你怎么在这儿 你别也在这儿 小姐 张瑶 你来了 不烧了 不烧了 今天特别有精神 你怎么又开始踏桌子了 没睡好 不会是因为 今天我来上课 所以提前突击的政治吧 那我考考你 有点困,一会儿再说吧 不行 你看,今天一天全是课 连课前操都有安排 想考你,就只有这个早自习了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节目的真相当作 你怎么这么叨叨呀? 我都说了今天很困,实在想不起来 我睡了 张阳,你别睡了 我已经已经上课了 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请假了 有事打给我 你看你 也不小心点儿 这是怎么了 看你一整天都混不守舍的 我没事 张扬人呢 你们俩闹别扭了 我能跟他闹什么别扭啊 我们俩只是同桌 他想干嘛干嘛 想去哪去哪 都跟我没关系 还说没事呢 发牢骚都一套一套的 不过你病的这两天 他确实挺反常的 怎么了 他一上课就睡觉 还经常早退 也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觉得他最近不正常 明明之前都会的题 今天我跟他讲 他居然不耐烦 还不会了 不过 我觉得您要是有疑问的话 就应该和他好好谈谈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 能让他安心的也只有你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喂 张扬 怎么了 知道了 好 放心吧 拜拜 小蒙古 你在干吗 吓我一跳 你刚刚在跟张扬打电话 没有啊 那我怎么听到你说张扬的名字 你听错了 我跟我妈妈打电话呢 她说让我张扬自己的个性 然后全力备战高考 你听错了 真的吗 对啊 你坐在这儿就专门跟我说张扬的 对啊 存心让我难受 我以为 你能联系得上她 让你失望了 需要我送你回家吗 不用了 我住宿舍 那好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嗯 你来优秘或是 你去甚至尖 那我都会带你去 你去 咱们去 我探索 谢谢 我看能不能有 我是有个药 你想要不想引起 天天向上吗 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 又需要用钱天天泡网吧里 不是泡网吧 是住网吧 住在网吧 今天宿舍没交钱 没法住 我的房子又被退租了 押金也没要回来 你这钱我准备临时租个短租 到高考以后 这几天租到房子了 以前就能恢复正常了 好 希望你能一切顺利 周小芳知道这事吗 他 真的很担心你 我会找时间告诉他的 但现在说怕影响到他 好吧 我先走了 你怎么来了 周小芳 你干吗 你说我想干吗 你答应我要好好做题的 你答应我要好好做题的 这几天就早退来网吧打游戏 你要干吗呀 你觉得我就是来网吧打游戏的 不然呢 我就是笨 还以为你这几天成绩下降 是遇到了瓶颈 还一心想着给你写口诀 其实你早就沉迷游戏里 不想学习了吧 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是你做的事情只能让我这么想 赵阳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本来就只能靠着死机硬背的地方拿分 这一块还不稳的 你这个成绩绝对没有希望的 没希望你就不要管我 管好你自己 学好你自己的 可我们约好了要上一所大学 你这样是考不上的 我一直在为了这个约定而努力 我为了这个约定可以放弃很多事情 可你呢 你愿意上一所差一点的大学 体谅体谅我吗 你又愿意为了我放弃什么 可 可上一所好的大学是好的呀 那如果真的考不上呢 我知道了 我知道现在这个非常时期 一丁点的外界影响 都会对她造成巨大的压力 自己不该不问清楚原因 我就对她发脾气 但当时的我真的很担心 也很累 所以没有阻止她的离开 所以没有阻止她的离开 之后 我在网吧门口一直等到晚上 我一直在网吧门口 想等着她出来 回来 我就跟她道歉 然后鼓励她 我们继续一起努力 这样一定可以在高考中 拿到好成绩 但她始终没有出来 我就想着 明天吧 明天一早她来上课 我一定主动找她 把想说的话都告诉她 我一直在为了这个约定而努力 我为了这个约定可以放弃很多事情 我为了这个约定可以放弃很多事情 可你呢 你又愿意为了我放弃什么 周周 怎么了 这么没精神 你昨天和湛阳聊过了 你怎么会放弃 但是聊得不太好 我本来想着今天跟她好好聊聊的 可是她没来 没事 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 走吧 先去吃饭 走 一会儿就会好 那你给我放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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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调整好状态就回去复习 放心吧 你让我怎么放心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害怕我们考不上同一所大学 可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 我为什么要担心 能上同一所大学当然最好 那如果我们上不了同一所大学呢 我们到底会怎样 如果我们上不了同一所大学 未来的四年里 我们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你连大学都考不了 那 那会怎样 那我们就做不了好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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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方法 只针对很好很棒的张扬 不针对现在的张扬 张扬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张扬 张扬 坐下 张扬 张扬 拍下 张扬 你回來了 別做題了 休息一會兒吧 午休大家都走了 沒事 我把題做完吧 你們聊完了 那 我現在不想提的 你怎麼會聽不聽歌啊 一會兒把我寫啊 開玩笑 我每次都打不恐怖 可以看嗎 所以幾個卡的不恐怖是寫的 來 屁 講個地方他們就是 都在這裏 我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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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去 我拿去 好保持 ้啊 可以 危险 危险 喂 妈 喂 杨阳 你爸昨晚晕倒了 医生说是新港 要转去省病医院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快点回来吧 你租的什么房子啊 还剩这么多 花了你五百块钱 剩下的 我会想办法还给你 但需要点时间 高考之后再说吧 不着急 高考之后可能也不行 留个银行卡吧 我之后汇给你 真的不用这么认真 之后见面再说吧 走了 留一个吧 我们之后可能 不会再见了 你要干什么 快写吧你 恭喜你 你不 再见 進 三 二 一 看看 走 二 三 哎 哎呀 什麼呀 大學霸 都畢業典禮了 還是刷題 顧布有點太用功了 我們一起拍照吧 對對對 去倉廠上拍 那兒光線好 你們先去吧 我把這幾道題做完 你最近刷題都要刷瘋了 天天就知道寫寫寫 走吧 出去吐吐氣啊 就是啊 我為了你們畢業典禮 剛從醫院跑出來 就來見你們 你不想出去透氣 也得給我點面子吧 嗯 你們先去吧 做不完我心裡難受 算了 我們先走吧 好吧 等你啊 哎 光站著錄箱有什麼意思啊 咱們喊點什麼吧 你想喊什麼呀 喊 哎 世事大會那個就行了 青春無悔 青春無懼 怎麼樣 好 那咱們一起喊啊 三 二 一 青春無悔 青春無懼 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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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寫完就寫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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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寫完就寫 小馬老師說 你最近魂不守舍的 怎麼了 還好嗎 其實 不太好 你很想張揚吧 你很想張揚吧 給大家看 我私應該找到 都會錄身 都會不開 你太多了 我已經 theorem了 他留在你 你可以保證嗎 你再問我 沒有見過 我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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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做到了 这都是你们帮我的 是我们一起努力的 那是因为你值得他 他也值得你 那我先走了 你们加油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跳舞啊 至少我们也是彼此青春的一部分 跳舞就算了 如果有别的地方需要我 随时找我 怎么样 带你去吃好吃的 吃的 感觉还是缺点什么 你们看谁来了 我把余慧彤也邀请过来了 上学的时候 她作文就写得特别好 现在还是语文老师 所以 我想让她给我们的故事 提提意见 修改修改 其实如果你们不愿意 我就是来探探班 送点东西 不用强求 好 小伙子 我来说 你怎么给我们的 你怎么做 我可以帮你 他说 我来不是 我来说 我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你怎么做 我去的时候 你怎么做 我现在就说 你怎么做 我自己的 你怎么做 我 我说 你怎么做 我 我来的 康勒 干杯 都是因为大家的努力 咱们终于拿到投资了 我计划 按照张扬的框架 再细化一下 然后咱们就开始排练 争取三个月以后正式公演 好 太好了 我有一种一下子变年轻的感觉 张姐 你有没有觉得 今天特别像当年高一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饭时候的样子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像啊 高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高一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的我 跟他们不是一个班的 那个时候我们刚认识 大家第一次一起吃饭 还玩了梦想纸条游戏 对吧 嗯 那是什么 就是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梦想 放在一起 大家互相抽 抽到的那个人呢 就是对方梦想的守护者 我记得 我当初还想当空姐来着 这个听上去好玩 要不咱们再玩一次吧 那行 你们等着 我去问服务员要纸和笔 我记得你 林晨 我记得你 凌晨 净� 这是 basic 要不尽 我不如果 然后 ли 意 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